好,下面我们继续 那在接下来这个时间里面 给大家讲一讲关于时间序列图 那这个说实话 我们其实刚才在前几段里面讲的那些 也都是时间序列的图 那横坐标全是这个时间 然后重坐标的话 是我们这个音变量的值 但是在我们接下来这个环节里面 我们会可能引用到一些专门处理 这个时间序列的这个包 来对这个图形以及数据进行一些处理 那我们主要的目的是要把这些包把它引出来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屏幕上一张图 还有这里相应的程序 那这里呢我们读dailysales.csv这个数据文件 那这个数据文件呢是在第一张的数据集里面 那我们把它这个读到sales这个数据框 这个是销售数据 然后呢我们用plot把它打印出来 那这里我们在做的时候呢首先会把那个数据转变一下 那这个重坐标呢是cellunix就是卖出了多少件 然后横坐标呢我们把这个cellstay呢 用那个连月日的这种格式呢转变成一个日期型的这种变量 转变成一个日期变量 然后呢再把它显示出来 那显示出来呢 那个在坐标轴上看到的就是一个日期的形式 而不是什么0005啊0030啊这类的那种标示啊 tai等于l的话呢那就是画一个线图了啊就把这些点 用这个直线把它连起来 然后x了标等于date 那这里标了一个date啊这个是横坐标的标签 重坐标的话呢是unix soul 那这个图没有什么好很特别的地方啊 那这个我们之前都已经是这么用的 那这里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包 那这个标包呢叫柱 这个包叫柱 它可以把一个数据集 把一个数据框 转变成为时间序列类型的那种数据 就说你用柱 这个包啊把它library装载以后呢 利用里面的柱这个函数 那可以把相应的本来这个国号里面是一个数据框啊 说那它可以把它变成一种新的class 那这个class呢就是time series 就是时间序列 那我们直接prog这个时间序列呢 就能画出这个效果 那你完全呢可以不需要写prog的那些参数啊 那比如说那个l啊这个 另外还有那些什么label啊等等啊 这些都不需要写 那它直接就能画出来 那就好像我们以前呢 也多次用到比如说啊 我们用来做这个巨类 那个层次巨类法 不是产生一个普系图吗 是吧 那这个普系图本身就是一个对象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prog出来 那有点那种感觉啊 那有一些时候呢 这个数据比较多啊 那画出来这个时间序列呢 可能就是比较壮观 那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这里这幅图啊 那这幅图呢 是在第四章里面的数据 叫做open air 叫open air 就是那个空气污染的那个数据 那它记录的是那个大气里面的 那个氧化氮的那个数目 那我们首先呢 把这个数据文件读到air这个数据框里面 然后呢 我们再把它画出来 画的时候呢 是air里面的这个nox 那这个就是污染物了 那个污染物的含量 作为重坐标 横坐标呢 是日期 那我们也把它转变成一个日期型的数 那包括了这个年月日十分秒啊 年月十分秒 我们把它转变成日期型的数 作为横坐标 然后tie等于air的话呢 也是画连线 那这里有x的标 也有y的标 就是横坐标的这个标签 还有这个重坐标的标签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主标题 那这个程序呢 跟之前这个没有什么很大差别 本质上是一样的 但是呢 由于我们这里数据很多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这个画出来密密麻麻的一大堆 那这个显得非常的壮观 那这里是用柱来处理过的那个效果 那这个画出来基本上差不多吧 但是呢 我们可以少用了很多那个plug那种参数 那我们还可以有一种技巧 把那个时间刻度变成是可读化的 那大家注意一下啊 那上面这个程序呢 呃 跟之前那个程序没有什么差别 那也是画出这个时间序列图 那也是画出这个时间序列图 但是这里横坐标的设程是no 就不显示横坐标 那我们就横坐标轴了另外用sx 这个函数把它画上去 那这里很关键的是它的刻度啊 前面这个1之前给大家讲过了 就是画在下方画在bottom这里 把它放大一下吧 前面这个1表示把这个坐标轴画在下方 然后呢 这个A就是表示我们的那个刻度了 那刚好呢 就是大概每天一个刻度吧 然后format的话就是我们这种形式 呃月份年份 那这里看到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的这个刻度 那如果你要看更多的刻度的话呢 可以把它拉长一点啊 那大家注意这种改变那个坐标轴刻度的这种做法啊 那这个在很多时候呢 也是比较常用 那有一些时候光是用proc的参数 不足以使到这个横坐标或者中坐标 呃把它美化起来 就做出来还是不够精确 不够这人性化 那我们可以用assys这个命令呢来进行补究啊 那这种技巧呢 在这个画图的过程里面呢还是比较常用的 那大家再看这段程序啊 那这个就是用我们刚才的技巧的 用appline标一条速线 那比如说我在2003年12月25号这一天 画一条速线来进行标记 那这一天呢可能发生了一些特别的事件 比如说骨灾啊什么之类的啊 那这个速线呢可以作为那个时间上的一个标示 那有一些时候呢那个图太密集了 这个看的不清楚 那我能不能使到那个图变得稀疏一点呢 那这里有一种做法 比如说我可以不要每天画一个点 那我可以每个月啊或者每个星期画一个点 那这个点画在哪呢 那我可以取那个月或者那个星期的平均值 来进行这个定位 那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里的程序啊 那他用了一个叫做这个聚集的这个函数 aggregate这个函数 来求这个平均值 有点像sickle语言 那个group by那个作用差不多啊 那大家注意这个函数的用法啊 那里面首先给出的是数据 然后呢指出这个聚类的那个方法 就我们怎么聚类 然后再指出我们要求什么东西 求的是平均值 后面这个na.rm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约遇到缺失值怎么办 遇到缺失值现在就是把它删除掉啊 那就没有了 然后呢算出来这个平均值呢 我们放到means这个数据框里面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这个把这个 我们算出来这个数据把它画出来啊 那这个技巧大家应该都是知道的 那接下来呢 再给大家介绍那个 一个非常有用的这个扩展包啊 那这个扩展包呢 是在阿语言里面呢 也是非常有名的 专门用来做金融分析的一个扩展包 那这个在我们的听众里面呢 有很大一部分的这个同学呢 是炒股的 那我在平时QQ群里面 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呢 也发现啊 那大家对这个股票 对这个金融市场呢 非常感兴趣 那总是想找一些数据啊 利用我们数据分析的技术 看看能不能从里面挖出一些 有规律的东西 帮助自己发财啊 或者至少呢 进行一些这个 有趣的研究等等 那我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包 这个包非常的好用啊 那这个包呢 叫Quant Mode Q-U-A-N-T Quant Mode 那前面这个Quant呢 好像这个是一个名词 叫奎克 那我在DataGuru里面 看到一篇文章 介绍这个奎克 那大概是指那个华尔街里面 专门从事那种金融建模啊 这个金融分析啊 这一类的分析师 那通常都是高薪的精灵啊 那这个Quant Mode 这个很明显就是 我这个模块呢 是给 这些人使用的啊 那这个应该是在金融分析上 一个比较有利的工具 那等一下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例子呢 来看到它的威力啊 那大家呢 可以首先在你的这个R里面呢 装上这两个包 Quant Mode 还有这个T-Service 后面这个是处理这个时间序列的 好 接下来给一个程序给大家看一看啊 那这个程序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首先从网上利用这个包啊 这个金融分析包里面的函数 叫做GetHashQuant 这个函数的名字很长啊 因为这个包里面的函数比较多 然后Instrument等于AAPL AAPL是什么呢 是Apple Apple公司 它的股票 那这条命令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公司的股票 把它从网上抓下来 把它的数据抓下来 放到AAPL这个变量里面 那这个当然可能是一个数据框 什么之类的啊 那它到底是从哪里抓下来呢 等一下给大家看一看就明白了啊 我运行一下给大家看 然后第二行的话呢 就是抓Google的股票的数据 第三行的话呢 这个MSFT 大家猜一下是什么呢 那当然就是Microsoft微软的股票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呢 是首先把这三只股票 把它取下来 然后呢 我在这个屏幕上画出一张图 就是这一张的样子 来比较他们之间的那个股价 那其中这里这个红线呢 代表的是微软 灰色的线呢 代表的是苹果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苹果呢 是到了2005年以后是节节上升啊 而这个微软的话呢 那到了2005年以后呢 真的是有点微软 就一直都没有怎么好过了 而这个Google的股票呢 它是在后面才上市的 所以大家看到那个起点在这个地方 然后它那个股票也是涨得比较快啊 那中间这里突然间掉下去了 这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件 那可能是什么这个金融风暴啊 这个大股灾什么之类的 那当时这个苹果的股价也掉了 那唯独这个微软的股价是没有什么变化 那我现在呢 先把这个数据拿下来给大家看啊 那我先加载这两个包 这两个包其实我已经安装好了啊 那在大家的机器里面呢 你没有的话 你需要先进行安装 好 那这两个包呢都装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了 装这个Quantum Mode的时候呢 实际上它也需要用到住 就刚才所说的那个处理时间序列这个包啊 因为这些金融数据呢 大部分都是时间序列的数据 那所以呢 这个跟时间序列有关的包呢 都几乎可能要用上 好 现在我来抓啊 先抓苹果的 看它是怎么抓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怎么样 它是打开了雅虎的这个网站去抓 好 那这个数据抓得还挺快的 那说明现在的网速比较好啊 那昨天晚上我在写这个PowerPoint的时候 尝试的时候呢 这个抓了很久啊 这个抓了好几分钟时间 那希望今天可以快一点啊 好 一共下载了272K的数据 那这个数据量还是蛮大的 好 那接下来呢 我抓这个Google的 那它也是在Yahoo的网站上下载啊 那这个Yahoo的开放性还是蛮好啊 那包括这些金融数据呢 它都可以公开把它放出来 那这个抓完了 咱们再抓微软的 那这个可能数据量会稍微多一点啊 因为它上市的时间比较长 也是272K啊 那跟苹果差不多吧 好 接下来就是画图了 那这个画图呢 我觉得都不需要怎么去给大家解释啊 那第一个呢 我先把它放大一下 那我们先画那个微软的那个收视的数据 那整个图的标题呢 是stock price comparison 就是那个股票价格的比较 然后这个是Y轴的那个范围啊 0到800块美金 颜色是红色 我们用画线的方法来画 那这个线宽呢是0.5 那画出来那个标记是19 那其实这个没啥用 因为我们根本都没画点上去啊 然后字号呢是0.6 这个是横坐标的标题 重坐标的标题等等啊 那我们画一下 那画出来就这个样子啊 这个是微软的数据 那我们再用lines命令呢 在刚才这个图里面追加Google的数据 我们用蓝色啊 这个线宽呢是0.5 那大家可以看到Google的数据画上去 那我可能把这个拉宽一点好看一些啊 不然看起来这个不大好看 然后呢再画这个苹果的 那大家看到苹果用灰色被我们画上去了 那最后的话呢是把那个立图那个示例图把它画上去 那大家从这里可以看到 它是画在顶上水平摆开 然后这个顺序呢是微软Google Apple啊 这个颜色呢分别是红色蓝色灰色 然后这个这个线的类型是一号类型 这个没有边框 那我们看看这个效果是怎么样 那画出来就这样啊 就在顶上面一字排开 这个是没有边框框住的 那这个呢是我们从网上啊 利用这个Quantum Mode抓回来的一个数据 然后我们把它画成图 那除了刚才那种形式以外呢 那我们还可以把它画成这样的一种形式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图啊 那我把这个代码画给大家看看 好了这个数据呢也是一下画出来啊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那下面这里这个呢 似乎是成交量 那画在下面就一幅图里面呢 它有两种数据 除了这个股价的趋势以外呢 在下面呢还有这个成交量 那刚才抓下来的数据里面 其实包含了成交量了 那我们在前一个趋势图里面呢 只是画了其中的一部分啊 那这个8刷这个函数呢 可以画出这种图 那这个图呢看起来还是非常美观 非常显示出它的那种专业性 那还有一种图呢叫蜡烛图 那蜡烛图呢用这个Candle这个函数来画啊 那画出来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们可以把它再拉宽一下 那大家如果对这个Quantum有兴趣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将来啊 在这个等我空下来的时候呢 专门做一个免费的课程啊 或者说一个短期的课程 或者可能开一个这个R进阶的课程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包的用法 那相信有很多对投资感兴趣的同学呢 会对这个包呢会也很感兴趣 而且呢你用起来以后呢 会发现它确实是非常有用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啊 我们先休息一下啊 好